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六晚時候在華盛頓稱讚在僵持近十年後 和平外交努力促成與伊朗達成一項初期階段核協議 不過有美國國會議員表示對協議保留態度 較早前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 美國、英國、法國、中國、俄羅斯、外加、德國與伊朗 在經過幾輪一系列艱難談判後 在日內亞就終止伊朗核能項目進展及逆轉一些關鍵性方面達成初步共識 奧巴馬表示這個為期六個月的初步協議包括對伊朗核項目的重大限制 以及解決最緊迫的關注問題 包括伊朗濃縮有能力、現有濃縮有庫存、離心氣數量以及能量 使用阿拉克重水核反應堆製造武器吸筆的能力 奧巴馬說在未來六個月內 美國將會與其他國家一起努力談判達成一個全面解決方案 美國國務卿克利在日內亞表示 這項協議的終極目標是與伊朗達成一個全面協議 不過他說制裁伊朗的核心框架未來六個月會保持嚴格不變 伊朗也承諾增加透明度對其可能導致發展核武器的項目 提供介入性監控 作為回報 美國等大國將會對制裁提出有限度、臨時性的、有針對性的 以及可以逆轉的解禁 但是包括對石油、銀行和金融業的主要制裁將會保持不變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來自加州的共和黨議員艾德·羅伊斯星期日表示 他對協議未能達到需要保護美國及其盟友的標準嚴重關注 他說協議允許伊朗保持其製造核武器能力的主要因素 本輪與伊朗的談判是經過五天的艱難會談後 星期六午夜過後在日內亞達成初步協議 美國國務卿克里星期六較早時也加入了談判 評論之前 強調 雲 強調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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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